主席 大家好 周院长 荣部长 这次送来了 101年的解冻预算 但是在 102年的预算在下个会期 马上就要来 审理了 所以本席会支持你们的解冻 就是要你们好好的做 毕竟巧妇难为 无名之吹 所以要好好的推展我们的政务 所以现在请我们的农部长 有请农部长 部长 同为女性 穿高跟鞋的苦 我们也都知道 有时候各部会 临生意想跑来跑去 也很累 所以只要方便就可以了 部长 在上个礼拜 看到你一天被人家骂 不要脸 一天又被人家骂政府的花瓶 看到这些词语 真的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个问证的议题 自由讨论的空间 如果这样子的羞辱 冷嘲热讽 这样对我们的政务 跟我们的政策 实在也没有实质上的帮助 所以部长在面对这个情形呢 不要被挫败 一定要停住 谢谢刘委员 我还需要更多的锻炼 所以在三个月前 我们看到的 还是我们的龙主委的时候 大家对我们龙主委 非常非常的崇拜 好像当成偶像的粉丝的崇拜 所以大家一片祥和 也没有这样子的声音 三个月后 虽然有不一样的委员 对我们龙部长 有这样子的词语 但是本席对于脱筛 好像我觉得 我在脱筛的时候 感觉上也是一种思考 增加思考 就像男生说他们抽烟 也是增加思考 但是为什么 有人说脱筛 在三个月前会说 这是我们文化人的气质 很有feel 但是三个月后 没有feel 很不礼貌 不应该的 所以这个也是 没有必要啦 所以 但是在第一天 部长您被说到 不要脸的时候 非常的气愤难受 而离开了背训台 但是第二天 说到政治的 在我们政府的花瓶的时候 您却还留到台上 本席觉得 这个不一样的差别 很好奇 可以请部长 您说一下 您的态度是怎么样 第一天 因为我觉得 这个语言的 强度不同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是 第一天 我其实没有心理准备 就是在质询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语言出现 那其实 我自己检讨 在第一天 可能也不应该 直接离开这质询台 我当时 更理想的做法 是跟主席提出我的看法 然后请他来仲裁 那所以在当天 结束了之后 我自己去检讨说 我们如果要文化部的业务 真正的能够顺利推动 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 核心的目的 所以第二天 我就认为 我应该以更温和 更礼貌的态度 来面对所有的质询 所以部长 您现在是我们的部长 不像以前是文化部的农局长 所以我希望 我们应该面对于我们的政务观 跟我们公务的系统 的一种认知 部长要非常的了解 所以部长您也说了 我们本身就是一种示范 这种示范 是不管是部长 或者我们立院所有的同仁 大家包括本席也是 所以我们这个示范 要有良好的示范 所以部长 现在灭期也即将过了 文化部也已经成立了 所以希望部长 您好好的把台湾的文创 把我们的文化环境 文化的气质 要好好的努力 要多尽一分力量 尤其是文创 对于影视方面 你要真的好好多做功课 好好的把它发挥出来 好不好 路委员谢谢您 我们整个团队 太需要太需要 一个环境让我们安心 而且专心的来做我们的施政计划 所以要多努力 好谢谢 谢谢龙部长 那现在请我们的周院长 有请周院长 周院长 在我们的故宫 本席在两年前去了 在前两天 我也悄悄的再去一趟 可是我看到的 大陆客 观光客 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整个总量的管制 动线的规划 并没有让我们去享受 去感受 我们故宫文物 国家的门面 可以让我们非常舒适的去参观 我们的文物 留下更良好的印象 所以在上一次 我们的咨询的时候 也跟我们的周院长 您提过了 这个并完全都没有改善 所以本席觉得 您有说 故宫有说 在这个月 15号 增加了礼拜三 跟礼拜五 延长时间到 八点半的时间 星光 星光时间 可是在一般的游乐场所里面 星光有星光票 而且也只开放 散客 那为什么 我们的价格没有改善 没有比较便宜 是这样 刚刚委员报告 我们这个 就是为了就是 分散这个旅客 因为您去的时候 可能是团客 这个高峰期 时段 我们高峰时段是 上午八点半 一直到 所以你对说观光客的话 你们安排时间 什么时段就是 比较多的 早上是观光客 下午都是散客吗 没有 我们散客是在晚间 所以我们增加了 为什么散客 他们就全意就要规划 成晚上呢 是这样的 散客是不一定的 而且是 那他们全意没有被保障 他的票价一样是一百六十块 不是没有被保障 是因为他散客 随时都可以来 那这个团客的话 我们是有时段的限制 这个在 我们两千八百人次 是每一时段 所以院长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希望院长 对于我们这个整体的规划 不要像我们的故宫 在参观的时候 像个菜市场一样的吵杂 这样有失门面 也有失我们的品质 还有光光 我们的晚上的星光 我觉得要给散客一个全力 我们一个月开放一天 完全是我们散客的 参观的时间 可不可以 这个对 如果我们开放一天 没有问题 可是散客不一定都是那一天来 所以我们可以宣导那个时间啊 他们如果要来就可以那个时间来 这样会造成就是 有些这个散客 他想从其他时间来 好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平均在每一周 院长您再去做规划好了 那如果你有困难的话 把规划再送到我的办公室来 那至于就是说 我们故宫又发生了 未经授权 有两家公司 盗用我们的清明的上河图 跟我们傅村的三居图 在上一次我们的廉政署 已经有在侦办我们 故宫的国宝文物被盗考 现在为什么这种事情 我们故宫没有严格把关 没有防范的任何措施 还找不到到底是什么人去提告 没有办法去保障我们的文物吗 不是 您这是两件事 那个是图板 这个是APP 这个是已经在网络上流传的这个APP 那它是从其他的这个网络上抠下来的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请它下架 已经下架了 这是完全没有防范控制的 这个是 因为是它是从网上面去 去截取的 所以是盗用的 这是直接从网上 所以这网络的盗考这么泛滥 没有办法有一种围堵的控制的范围 没有办法去做吗 那我们现在有损失多少 你有找出来吗 有多少损失 这个两个网站已经叫它下架了 下架了 那被盗用的呢 盗用的 它是免费的 那个是免费的两个公司 一个是叫Trip 一个是 周院长 不管是盗用盗考 不管是网络 或者是被未经授权而被盗用的 这个我们故宫 我们的文物 对这种保存 我们完全没有一种防范的措施 非常严密 非常严密还会被盗用 那现在你找得到是谁吗 找到是谁了吗 有提告吗 我说已经提 请他们下 已经下架了 已经找到 我把这个资料都可以给委员 所以 把我们的严密的做法 这个绝对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这是我们的责任 国家的文物 历史的文物要好好的保存 不要说到处都看得到 我们山寨版的文物 那这样子有什么价值可言 所以 布公的损失 也是台湾的损失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要 一定要更加的小心跟严谨 戒慎恐惧 要怎么样 想看看 怎么样保护我们故宫的文物 我们把它办回给您 好 谢谢李委员 请周院长 将我们李委员所关心的 这些相关之类